大家好,之前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加拿大老年金OAS的问题解答 就是担保移民老人是如何计算居住的时间 那今天我主要是讲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担保移民老人在担保期内能否申请老年金和老年补助金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移民局的网站上关于这个担保 它是如何解释说明的 那么在这里呢,作为担保人你必须是要承诺在某一定的时间段内 在财务上要支持你所担保的人 那么在这边呢,政府称为这种承诺呢就叫做Undertaking The lens of undertaking就是这个经济上财务上的担保的时长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你就是必须要在经济上财务上 要负责你所担保的人 那么这一个Lens of the undertaking 在被担保人的那个移民登录纸上是明确地写出来是多长的时间 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自己的Landing paper 就是移民纸,上面会有这么一行是Lens of undertaking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担保的时长是取决于你所担保人的年龄 他们和你的关系,和你住在什么地方会有所不同 那么就算有些状况的变化 这个担保的那个义务还是不会改变 比如说你和被担保人的关系的变化 就算是离婚了,或者是分居了 你还是要在这个财务上,经济上要支持他 你所担保的人变成了加拿大的公民 就算他的身份从移民变成公民 也不会影响这个担保的义务 你的财务的状况变得更糟糕了 那么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于政府来说,你还是有这个担保的义务在哪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就是担保父母的移民 那么我们所知道在2014年的1月份之前 所签署的那个担保合同当中 所规定的那个时长是10年 那么从2014年之后 那个父母担保移民的那个时长就变成了20年 那么这边呢,就是说 如果是之前那个10年,那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老人在这儿住满了10年 也符合了申请老年金 然后呢,担保的那个时效呢,也到了 那么他就是肯定有资格申请这个老年金 因为我们知道老年金的一个条件 就是在加拿大居住满10年 那么对于这个2014年之后的那些 老人担保移民的那个时长变成20年 那么他们如果在加拿大住满10年的话 那是否可以申请这个老年金或者是老年补助金 虽然他们的担保时效长是20年 那么我们呢,就这个问题曾经呢 给政府打过了电话 我呢,曾经打过三个电话 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呢,跟政府打电话 也不一定确保你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么第一个答案呢 他们就觉得 因为你是有20年的那个 经济上的那个时效责任 那么这个老人 就算他居住满了10年 他也不能申请老年金和老年补助金 然后呢,第二次打了电话的答案呢 正好是完全的相反 他觉得 不管你的时效是20年 但是老年金的那个规定是住满10年 你就可以申请 那么老年补助金呢 的条件就是你符合申请了老年金 然后呢,你又是低收入家庭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打了电话得到的答案 正好是居中 他们说呢,就是 你可以申请这个老年金 但是呢,你不能申请 这个老年补助金 那么在这里面主要是 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 从担保移民来讲 就是说 被担保的人是没有资格申请 社会救济金 或者英文当中 应该是 正确地表达是 Social Assistance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是要考虑 这个老年金和老年补助金 到底是属不属于 这个Social Assistance 如果是属于Social Assistance 的话呢 那么他们在没有完成这个 就是说担保的那个期限 就是说20年的话 他是不能申请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资料的查询 我只能呢 找到了这个两个相对来说 稍微 非正式或者非官方 但是呢 又相对比较 权威一点的那个信息 那么第一条呢 是在那个Toronto Star 加拿大之星 这个就是新闻媒体 那么他之前呢 在新闻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问答 就是说 老人在这边已经 被担保过来 他是那个 存在着这个担保的 就是那个义务 那么他这边有一句话 就是 Your sponsorship undertaking came into force the moment they took up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in Canada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 你的那个 undertaking 是从他成为那个 加拿大移民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计算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有一句就是 When you signed the 10-year sponsorship undertaking You agreed that your parents would not benefit from social assistance in Canada during the sponsorship period 他这边也说了 当然这个新闻是相对 是之前的 2014年之前的 所以他这边还是 10年的那个担保期 就是说 你一旦签署了 这个10年的担保期的话 那么你就是同意 你的父母是不能在加拿大 申请这个 social assistance 社会救济金 就是在这个担保期内 But old age security is not a form of social assistance So if your parents are otherwise eligible for old age security they can apply 那么这句话的说明就是 他这边说了 就是老年金呢 是不是一种社会救济金 所以如果你的父母 只要符合了 老年金的资格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申请 那么在这边呢 就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的那个定义 当然这个我们 还需要过后去跟政府 相对再核实 就是说老年金 是不属于一种社会救济金 好第二个那个资源呢 来自于steps to justice 那么这一个机构呢 它是跟所有的那个政府 或者是一些非盈利性机构 是在法律上的一个 相当于合作 它存在于就是给大家解答 所有的有关安审 在法律法务上面的一些信息 那么它这边呢 也就是有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说明就是说 如果你是被你的小孩担保移民到加拿大 你的那个担保期限是20年的话 那么你是没有这个条件去申请老年补助金 叫GRS 或者是allowance 就是那些津贴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你的担保期20年完成以后 那么这句话给我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GRS就是老年补助金 或者是allowance津贴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 它是一种社会救济金的一种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GRS和allowance 必须在你的那个担保期限完成以后 才可以申请 当然呢 为什么在这一个问题上面 就是我们很难在官方机构 或者是政府的网站上 或者是我们打电话 甚至他们这些政府的接线员都不是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从2014年之后 2014年1月份改的 那个之前都是10年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2014年之后的担保移民老人呢 就变成了这个期限是20年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是2014年递交的那个担保老人的申请 那么根据当时的那个申请的时效的来话 可能要到2018年 就是过四五年 2018、19年才能批下来 那么这个老人从2018、19年才成为移民 要住满这个20年 那就是这个还没有到 所以政府呢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目前还不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国的老人呢 他因为要了解这个时长的问题 取决于他觉得他在加拿大 是否要怎么来完成他的居住的时间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20年 有点不太可能达到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 就没必要去 去就是说考虑到往返中国跟加拿大的那个居住的时间 那如果是10年的话 那么他们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完成这个条件 就是说可以申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目前我只能帮大家找到这两个相对来说 稍微官方一点的答案 那么我们的理解就是 在20年的担保期限内呢 有可能就是说老年金是可以 就是满足10年的话 老年金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那个老年补助金可能不能申请 要等到你20年的担保期限完成 当然如果政府的网站上或者我得到更权威的或者是更统一标准的答案 我会尽快跟大家来更新 好 谢谢大家呢 观看或者收听我的那个频道 零零安居生活 请别忘了点看点赞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